台北地检署侦办检查总长黄世民 涉嫌违法监听国会和泄密等案件 号称向国安局调阅了总统官邸的会客集图 但对此国安局表示没有听说 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主播刘云搜 带我们了解云搜 好的观众朋友立刻带您来关心立院的最新状况 针对台北地检署侦办检查总长黄世民 违法滥权监听一案 目前传出台北地检署已经向国安局 来包括提出调阅总统官邸的会客记录 同时也不排除 有可能就是以被告的身份来约谈检查总长黄世民 或是以被告的身份来直接 包括整个来约谈黄世民检查总长来道案来说明 另外也传出有可能会以证人的身份来约马英九总统 来当做来道案来做说明 不过针对这样的状况 国安局长蔡德胜也有最新的回应 立刻来听他的最新说明 到现在为止 这个我并没有收到这样子的公喊 那如果电影署有正式提出公喊的话 你会给他们照什么事情 我想这个法律上有规定 我们就依照法律办 过去也有惯例 所以我们就依照法律跟惯例办 所以过去的惯例都是配合调查吗 当然我们要配合调查 是 好不好 好 透过最近的画面 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 目前国安局局长蔡德胜表示说 还没有收到公文 如果收到会全力来配合调查 不过对于整个违法监听的部分 目前北检正在检视30张的监听票 以及所有的挂线号码 来了解整个的申请程序 到底有没有瑕疵 还有后续的续线 扩线监听的理由是否合法 一并来厘清 这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提供给同类 好 请 现在我看到的是立法院最新的状况 国安局表示对此无所惜